好了主播可以看到 刚刚那球三阵终结了这场比赛 德州游记兵最终以5比0 系列赛4比1 打败亚利桑那响伟蛇队 拿下成军63年来 第一座世界大赛冠军 而且游记兵这个季后赛 表现得真的很强势 创下客场11连胜 季后赛史上最长进入 至于世界大赛第五战这场比赛 响伟蛇前六局几乎局局都有攻势 但都差林美一脚都没能拿下分数 游记兵打现前六局也同样没有进账 一直到七局上游记兵连续安打后 1比0先持得点 到了九局上游记兵再度连续敲安 后来响伟蛇中外野手还发生 火车过山洞的严重失误 让游记兵再拿两分 最后再由Marcus Stemian 一个两分炮帮助球队取得5比0领先 九局下响伟蛇依旧没有发挥 最终让游记兵欢喜拿下 世界大赛对始第一怪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